娱乐转圈圈 静东终于走出舒适区 演了一回离异中年男 只是男主角跟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的离异中年男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存款 大房子 豪车一样不缺 跟老婆好去好散 且没有孩子 离婚没什么顾虑 离婚后甚至遇上了年轻漂亮 有权有势的女主角 蒋星史 简单来说 这其实是一部中年杰克苏偶像剧 剧里除了静东饰演的男主角 李乃文和李宗翰饰演的 也是中年李义男 三人一天到晚 不用为升级奔波 总是聚在女主角开的餐厅里瞎聊 还轻易得到了年轻女生的爱慕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设 都超级悬浮 拿3.5分实在不冤 剩一轮 王子文 太古神王3.5分 这是一部压了三年才播的剧 2017年开拍时 大家还记得圣一轮是 太子妃生殖记的男主 王子文也才评 欢乐送走红一年 人气震望 可到了今年播出时 圣一轮凉透了 王子文的热度 也不如从前了 可以说这部剧的播出 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哪怕是剧情 也已经过时了 男主角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一代传奇 期间还得到了 又美又强的女主角的协助 以及爱慕 就是一般的爽文套路 当然 最劝退的 还是男主角圣一轮 她的演技以及颜值 实在让人难以投入 于飞红 将五爱之初 3.5分貌美气质家的于飞红 大概是没什么 好剧本可以选 而且看在前的份上 才会接这种烂剧吧 这部剧看简介 就能感受到 她有多烂了 女主角通过相亲 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 在35岁高龄 陷入热恋 35岁 高龄 于飞红饰演的女主角 是一位主持人 美丽大方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忙于事业 所以成了大龄圣女 条件这么好的女生 居然被称为 大龄圣女 哪怕到了40岁 依然是优质女性吧 所以说 看简介就能感受到 创作者的思想 有多狭隘了 拍出来的剧 根本不需要深究 鲍贝尔 贾玲欢喜猎人 3.4分 鲍贝尔 除了是男主角 还是这部剧的出品人 从悬角到剧本 都有很高的话语权 这部剧不断用贾玲的身材 当作笑料 比如有一幕 是贾玲穿泳衣 跳进泳池 当她跳进去之后 无论泳池里 还是泳池边的人 都被震得七倒八歪 怎么 贾玲是炸药吗 男性创作者 对女演员的外形 如此不怀好意 可想而知剧情 会是什么走向了 鲍贝尔倒是没有 安排女性角色 取笑她没有头发 反而安排了吴欣 张小斐两位外形 上好的女明星 在戏里喜欢她 就 哪来的自信呢 聂元 吴景言幸福 还会来敲门3.3分 这是一个大零 男医生 聂元氏 和年轻女警察 吴景言氏 这爱情故事 也是一部中年 杰克苏偶像剧 剧情非常狗血 简单概括起来 就是老师男费率后 带着前妻的 混血孩子生活 逐渐在相处的过程中 跟年轻貌美的女主角 相爱的故事 期间还穿插着各种 狗血且悬浮的设定 不知道跟幸福 有什么关系 难怪有网友表示 希望剧里的幸福 能早日敲导演的门 刘嘉玲 蒋星情深 缘起3.1分 从选演员开始 这部剧就错了 毕竟刘嘉玲 和蒋星两位 气势逼人的女演员 明明可以演熊霸 上海滩的姐妹花 却要演20世纪30年代 有着悲惨命运的 一对姐妹 谁能入戏 更劝退的是 刘嘉玲55岁 还扎双马尾穿 学生装扮嫩 蒋星以后世的身形 扮演弱女子 这对姐妹花 放过原著 放过观众吧 吴嘉怡 赵义清 那将烟花 那将于3.1分 两位主角 都是于正旗下的新人 这部古装 大概是想复制 沿袭攻略的成功 但成功哪是 那么容易复制的 故事 其实没什么新意 无非是女主角全家 都被灭门了 只有她活了下来 后来带着报仇的心 进了御膳房 每一次处于险境 女主总能得到来自 御前世卫男主的帮助 最后女主 成功报仇雪恨 跟男主归影田园 当然了 这部剧没火 除了剧情是硬伤 浮化到 拖后腿 难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